十万的话一天应该是在三百万 对这个情侣当中的这个男青年呢 然后实施了这个殴打的行为 然后让她下跪 所以这两个人呢就被吓住了 也一直不敢逃跑 在宾馆遇见了一个房间 那么就让她的一名手下呢 看住这个女的 那么后来这个女的呢 是趁这个看管她的人 上厕所的这个时机 然后偷偷跑出来的 非法拘禁超过这个24小时 那么可以达到追随标准 或者呢在这个非法拘禁过程当中 有殴打辱骂的行为 那么不受时间的这个援助 她也构成非法拘禁罪 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